字幕君 李宗盛 今天也是公元2017年的岁末了 12月了 我们的法藏吉祥又已经出版发行了 大家又要拿到未来新的一年的年历 觉得一年一年过真的是好快 实在以亘古久远的眼光来看 我们的人寿百年 在这样的恒久的时光中 好像是电光石火闪耀一般 那么一闪我们的生命就过去了 这个闪耀里面当然也有 无尽的爱恨情仇 这一闪当然也有许多的愚痴 无名浑浑噩噩 那也有这一闪呢 虽然短暂 但是也有永恒 无上的意义价值 所以伟大人天导师佛陀 以一大事因缘降生在 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那实现了八十年的注释 但是这短短的八十年 却利益了无量的人天有情 所以短暂的人生 如果能够创造 无上的意义价值 实在这就是人生 最没有后悔 也是最上智之人 所应该去追求 所应该去创造实践的 许多的事情 相较之下 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共勉 学佛修行 弘法立生 是你绝对不会后悔 真正值得你 清净心力去投注的事情 为了学佛修行 证得本性 为了弘扬佛法 利益如母有情众生 吃再多的亏 受再多的苦难 都显得那么样的值得 都是那么样发自内心的 甘之如意 相反的 我们不敢发心 什么事都害怕 却不得人 你人生的苦难也没有减少 更可悲的 你一生的苦难 起起伏伏 结束了以后 伴随而来的 是另一世的生生死死 无量无边的受苦受难 又在等你 所以人生在世 很多人都会算 所谓的机关算尽 反悟了轻轻性命 真的会算的人 会把一生 极短暂的几十年 规划得相当好 对众生而言 它是具异的 对自己而言 是无悔的 最近呢 我们看网路都流行 一句话 我说人生在世 要及时享受快乐 那没有学佛修行的人 因为贪着无名所致 他们所谓的 及时享受快乐 就是眼前的 这种有漏 无欲之乐 无非就是吃喝玩乐 消费购物 旅游 投资 制产 满足个人的理想 我们说 要去冲冲浪 要去滑一滑 这个滑翔翼 要去穿那个 飞出去 打开 好像这边有一块 翅膀那个带 那种飞鼠的衣服 要穿越这个峡谷 还没有撞死 代表 我来过这个世界 我享受过我的人生 听起来好像那么惊险 刺激 那么样的不凡 那么酷 对不对 想一想 真是愚痴 水里泡一泡 天上串一串 就证明自己有来过 来干什么 来干什么 你看一头抓死的多少人 来都哭都来不及哭 人生就没了 然后人家就会传送 那个都喜欢穿飞鼠装 在那边穿越峡谷 上一次撞死了 就留一个这个给人 哎呦好可怕 我才不去玩 上一次高空弹跳的时候 那个绳子断掉 那个人就掉下去了 你就来人世间制造 这些作品就好了 对自己交代的过去吗 对爱自己的人来讲 他们不心疼 不痛苦吗 那对这个 跟你互动的这些有情众生 跟你有缘的这些有情众生 你的生命的意义价值 还有责任 的究竟何在呢 所以人生它不是自私的 要成一己的私欲私利 要完成 由于自己没有开发的本觉智慧 所产生凡夫狭隘的 所谓的理想 一个生死无欲凡夫 他的理想都非常的空洞 非常的肤浅 他的理想常常都是非常不理想 他所要追求的 等他真的幸运追求到 他也会发现 我这一生到底在干什么 这就是不具意 这就是没智慧 所以大家都有幸 在短短的人生 可以受持无上的佛法 殊胜的佛法 妙宝的甘露 我们可以领受 可以敞扬在佛法 解脱甘露的大海之中 修办自他二立 其实多生累劫 很不简单才走到这一步 如果没有佛法 以我个人而言 我能做什么呢 也是跟所有的人一样 追逐世间的五欲六成 起起伏伏 境界好就开心 境界不好就难过痛苦 一生不知所谓的 昏昏噩噩的过日子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蒙受佛法的 大恩德大利益 应该想办法自己得到利益 在推己及人 让我们周遭有缘的人 都能受持佛法 学佛修行 甚至因为触及佛法 而得到真实的解脱 的分剧 我 都能保护 就知道 都能保护